我們來討論物質的變化 物質的變化,依其物質本質有沒有發生改變 分為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 所以物理變化就是說,它只有形態產生改變 本質沒有變,就是不會產生新物質 比如說水,水本質上就是H2O 如果0度C以下的話,它是固體 0度C到100度C之間的話,它是液體 100度C以後的話,就是氣體 它只有形態產生改變 那什麼叫固體呢?固體就是說 它的形狀跟體積都是固定的 這個叫固體 那液體的話,是形狀可以改變 但是呢,體積不變 這是液體 那氣體的話,它是形狀跟體積都可以任意改變 這是氣體 就是說,這個H2O 它雖然形態產生改變 但是呢,它本質上還是H2O 那這種變化,只是形態產生改變這種變化 我們稱為什麼呢? 物理變化 那物理變化的話,還有一些例子 比如說電燈 電燈的話,你給它通電的話,它會發熱、發光 會產生那個電磁波 發熱、發光 但是呢,它本質上還沒有變 它本質上是烏濕 那烏就是烏 你加熱以後還是烏 溫度下降以後還是烏 所以它本質沒有變 基本組成沒有變 所以這是物理變化 然後呢,你把這個 濕的液物給它曬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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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把濕的液物跟水 把液物跟水分開這樣而已 水把它拿掉 就是說,你太陽光這樣照下來 讓它發熱以後 這個水就會蒸發 變成氣體跑掉 你只是把水跟液物分開這樣而已 它們各自的本質都沒有變 這是物理變化 還有這個涉布水 涉布水洗退色 液色的話就是顏色 顏色的話呢 它的本質沒有變 液物本質也沒有變 它只是說把顏色跟液物分開而已 還有輪胎爆破 本來是一個輪胎 然後的話呢 你裡面氣體的話 太多了 氣壓太大了 結果就把它給你撐破 撐破以後,輪胎還是輪胎 它只是破了而已 這個粉質沒有改變 所以這個是物理變化 還有乾冰 乾冰的話呢 是固態的二氧化碳 它溫度相當低 大概在零下200度 零下200度的話呢 二氧化碳就會變成多少呢 就會變成固體 可能這個溫度不是很精確 不過它是 它溫度是很低很低就是了 溫度要很低很低的話 二氧化碳的話呢 才能變成固體 然後的話 你溫度升高以後 它就升滑了 變成氣體 但它都還是二氧化碳 本質沒有變 那這種是物理變化 還有呢 氣油揮發也是 脂質 這個麥 磨成麵粉 這個呢 都是物理變化 再來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就是說 它的本質會改變 會產生新物質 比如說 你那個木材 木材大部分都是碳 木材燃燒 就是氧化 會變成二氧化碳 那二氧化碳呢 跟氧跟碳 都是不同的物質 它有新物質產生 所以這個是化學變化 或是你 鎂帶燃燒 鎂帶燃燒的話呢 變成二氧化鎂 變成二氧化鎂 這個的話 那個 氧化鎂 講錯了 鎂帶燃燒 變成氧化鎂 那這氧化鎂是新物質 氧化鎂跟鎂不一樣 跟氧不一樣 它有新物質產生 所以 這個是化學變化 那這個 化學變化是說 物質不僅 狀態外形改變 其組成本質 均 發生改變 這種變化 我們稱為化學變化 也就是說化學變化 它會產生新物質 會產生新物質的變化 我們稱為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 比如說 燃燒 燃燒是一種化學變化 像這個 木產燃燒 會產生二氧化的新物質 還有呢 金屬被氧化 像這個 這個事實上是 金屬 因為鎂是金屬 鹹酥金屬 被氧化產生 氧化鎂 只是說這個是劇烈氧化 所以它會產生呢 大量的熱 大量的熱跟光 這是氧化 或者是鐵生鏽 鐵生鏽這個也是氧化 只是說它是緩慢的化學變化 還有那個食物的虎拜 食物的虎拜 像什麼呢 像你那個 像什麼呢 像這個 你這個 食物裡面的糖 像葡萄糖 葡萄糖的話 你花效 會變成酒精 酒精的話 就會產生酒 酒精的那個水容易 事實上就是酒 還有什麼呢 還有像你那個 氨 那個什麼呢 那個蛋白質 蛋白質不敗以後 變成氨基酸 那這個的話也是化學變化 牛奶變酸 牛奶變酸 牛奶變酸就是說 你那個 你那個蛋白質的話 有產生的變化 變成氨基酸 還有植物的光合作用 植物的話 這個吸收什麼呢 吸收水跟二氧化碳 然後經過月圓氯素的催化 會產生葡萄糖 這個也是化學變化 還有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就是氧化 緩慢的氧化 動物的像化作用 這個的話 有些也是氧化 有些的話 可能是分解 比如說你把蛋白質分解成什麼呢 氨基酸 或者是把澱粉分解成葡萄糖 葡萄糖的話 再分解的話 就可能變成其他東西了 你葡萄糖可以氧化燃燒變成二氧化碳跟水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食物的話 給它煮熟 食物的話 你煮熟的話 像你那個 有些像我們煎蛋 蛋的話 你給它煮一下的話 那一些 就是說 蛋氫 會馬上變成白色的 本來它是濃稠狀的液體 那會變成固體 事實上這個也是化學變化 還有色布 色布呢 今日曬的褪色 這個褪色的話 跟什麼呢 跟你水洗的褪色不一樣 水洗的褪色的話 你是把那個 那個色素把它洗出來 所以那個色素的顏色是沒有變的 那你用太陽光呢 造成那個 色素的話 那個色素產生改變 所以色素本身它是有發生化學變化 還有瓦斯氣泡 瓦斯氣泡 瓦斯氣泡之上就是燃燒 像那個甲腕 甲腕的話 或者是說蚁腕 你燃燒的話 變成二氧化碳 還有水 因為那個碗類的話 裡面有氫 這個碗類的話 燃燒會變成二氧化碳 還有水 你劇烈的氧化 劇烈的燃燒 劇烈燃燒就會爆炸 劇烈燃燒就會爆炸 還有火藥爆炸 這個也都是劇烈的作用 產生呢 這個大量的能量 突然產生大量的能量 就會產生爆炸 還有那個螢火蟲 螢火蟲的話 好像是裡面有鈴吧 鈴的話呢 產生化學作用以後呢 會產生螢光 螢火蟲 還有安康雨這些 都是化學變化 還有木材、虎朽這些都是 另外就是 因為氣體融於水 這個也是化學變化 比如說 二氧化碳 融於水 就變成碳酸 這個也是化學變化 COA的水 這也是化學變化 還有這個二氧化硫 氨化氷等氣體融於水 二氧化硫質融於水 就變成亞綠酸 而氨化硫質融於水 就變成 氨水 氨化氫濃溶水 氨化氫濃溶水 變成銀酸 酸鹼中和 酸鹼中和 化學變化 燥化化 色子變色 比如說 柿子變色 石蕊 石蕊 玉鹼就變成藍色 玉酸就變成紅色 這個事實上也是化學變化 等等